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皮流氓不可能到 数字低的都来不了这些地方 因为消费的话也不低 他看他样子他就一直笑着 他就在和我玩笑着 应该确实是什么情况 家人们以后我多多陪陪小鸡连 有可能真的小鸡连 他你们知道他条件还可以 外表 外表我看起来我觉得真的 哪里有 鸡连又长得好看 真的跟咱们就不一样 我们都是粗人 小鸡连看着水灵水灵的 哎呀 知道瓦架吗 可能一些单身的人看着 可能有些时候都会都知道瓦架今年 说不定别人就可能想搭讪你 以后我争取多多跟你多多待一点时间 不会的 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别人问到你 你说不好意思不给 或者不好意思不方便 他就不会再一直骚扰你的 不好意思呀 好 那你以后你就 你准备怎么说 如果以后下一次有人搭讪你 你准备怎么告诉他 我就说不好意思 结婚两个孩子了 哎呀 你说这样说的呀 你要说 不好意思 我是有老公的人了 你要这样说 你说 我老公 马上过来了 知道吧 你家就他就自己就灰溜溜的就走了 这种一般情况下 哈哈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然后你就打电话给我 对吧 看到今天漂亮才来搭讪的 真的对呀 家人们 我也觉得小今天你以后 你以后你就戴个口罩 扛个帽子 把自己搞丑一点 我又不好看 我这种长相 你这么好看 就是很普通的 只是他可能看到我一个人在这坐着 他就想过来给我开机 晚上就走了 真的呀 他走了呀 人 这样想干什么 哪一个哪一个桌子 你跟我说一下 你给我指一下 哪个 你这样 我先我去问一下 好吧 你去问什么呀 待会给别人 当然有什么问题 我去问一下 没事的呀 你问的就 那那就 家人们你们说我到底去不去 我不用问的呀 因为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如果我不问的话 我不去 我就带小金莲去吃饭了 因为你肯定饿肚子了吧 哎呀 小金莲我以后都不离开你身边了 好不好 他就叫我把男朋友换了 啊 他也说了这 还有这种事 啊 那我必须去了 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他 他的意思就是说 搞什么呀 什么男朋友都能换了 他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是老师 他说老师还 我是什么老师呀 小金 他说 我是教什么的 我是老师 我哪是老师了 我说你是老师 然后他就说 不去啊 他说老师谈什么事情 他们刚刚几年 家人们 我问一下你们 你们刚刚都在 有没有碰几年 有没有 就是凶他 或者欺负他之类的 别人有没有欺负他 家人们 我问一下真的 这个问题你们实大实的告诉我 说实话 家人们 有没有欺负几年 我只想问一下 还是说 就简单的过来跟他聊聊聊天 嘴巴有点一直一直在那儿 不停的说 有没有欺负他 真没有 但是说的严重 就真的待会还给造势呢 太麻烦了 没有呀 有什么 我的 有什么的话 我肯定给你说 家人们 我觉得真的 这个事 我其实也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确实小姑娘 几年年 他年轻 家人们 我相信咱们植卧间的姐姐 还有一些阿姨们 甚至奶奶们 大家年轻的时候 都漂亮过 都美过 甚至年轻 现在也是 也 对吧 都很有 都挺好看的 因为 但是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自己最好看的时候 相信家人们 你们也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就说可能别人会来搭讪 看着漂亮自己 对吧 好看的时候就会来搭讪 这个我其实也能理解 只是说我只我只担心一点 就小几年 有没有危险 这他听你们说 他这样说的话 他应该就是安全 他挺安全 我就放心了 就没啥事了 就很简单 没有没有 对对对 只是搭讪了几句 对家人们 我相信有你们在 对吧 有你们在 他有别人也不敢干嘛 几年 他是很很安全的 这么几年以后 你有什么 你就要直接开直播 听到没有 没有什么呀 我感觉到危险 我是有感觉的 这样 咱们主要家人们 这人他说话就很搞笑 他的眼睛都是那种杜海涛一样的 他就那种色眯眯的 不是色眯眯 他人家长的就是这样的 长的就是 他的眼睛就是那种杜海涛的眼睛 他说 你知道我开什么车吧 他这样说话 我就想笑 如果是很危险的 我都 这样 我们约定一个事 他说话 今天我们约定一下 家人们这样以后 几年 只要你在外边有陌生人跟你说话 你就马上开直播 行不行 就约定这一个事 好不好 家人们 以后只要有陌生人给几年说话 他就答应我们 他就马上开直播 必须要在我们看得到的情况下 不然的话看不到 那得担心呀 觉得怎么样 家人们 你们觉得好的打个好 这个约定 就是说几年 大家说好 就看几年 他他能不能答应下来 做到了 你看他们都说好 那你能做到吗 可以的 可以啊 行 可以的啊 家人们 那以后反正有啥 他就直接 他就 开直播了 这样你们有什么 你们也好 你们知道了也好 跟我说 你下去 我看一下开什么宝马 我管他开什么宝马 他开完 吓得那个人 看他样子 他就在那逗我 还宝马呢 我真的 我这辈子我都没开过宝马 我 我第一辆车 我都只开了开了是奔驰 哈哈 丁掉 丁掉 不是 我 我 家人们 我 我 低调低调 我真的 来吧 我只是觉得别人不能够这样 没有关注啊 这个地方点一个关注 我告诉你今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 咱们 不管他开什么都不重要 不能够去炫 知道吧 网络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对吧 家人们 对不对 在很 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的人太多了 什么开宝马就一天天的就来炫耀了 对不对 家人们 我 我真的 我 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也啥也不是哈 我只是说每个人可能经历不一样 不能够让几年也接触到这种不好的价值观 知道吧 几年 开什么车都不重要 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 他给我说 给我说了 我都没说 我说我不想知道 对 开什么 说了不想知道 根本不重要 几年学会要凶一点 我就是长得就是喜欢笑的人 就是我长得喜欢 就是说话喜欢笑 这习惯改不了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我对他笑 你如果以后看着那种 看着就是 怎么凶嘛 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今天 这种今天的来搭三里还好 听我说 哎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来搭三里还好 以后你遇到那种看起来就数字很低那种 你直接就走 直接别跟他一句话也不要说 直接就走人了 知道吧 直接就走人 一句话也别说 你这个样子你凶得了谁呀 你这样你你把可能 你这个凶样 你真的 我可能抓一只耗子过来你都怕 抓一只老鼠过来你都把他 你都你都怕得不得你一顿熊 对不对 家人们 好吧 那我带小今天去吃饭了 你们放心 谢谢啊 感谢家人们 我们吃饭了 我们晚安都吧 我们去吃饭了 离开 每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空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还怎么呢 好